一个城市三个故事 波兰首都华沙 在二次大战曾经沦为废墟 不过今天的华沙 已经重现天制线 繁华和高速发展 但是对于这一切 这个上海人眷于欣赏 这个香港女子不舍一顾 唯有这个少年人 能够在华沙展开新的一页 有人说 在萧邦音乐分头下的波兰人 是一个好爱悠闲的民族 他们宁愿行出更多时间享受悠闲 而拒绝额外的工作时间同身金 年日来我们在首都华沙 也察觉到波兰人在这方面的民族性 和我们中国人截然不同 对赤身来华沙谋生计的猪龙堡来说 悠闲完全是一种奢侈 餐馆全年无忧的容碌生活 更令他不知人间何世 疲惫是他在华沙生活最强烈的感受 基本上也不是简单 他比较麻烦 就当着柯仁德面做比较累而已 就很累的 如果一天忙的话 整天就站着烧 一天就不停的 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就站着烧 做都没做的 那身体健康肯定不利的 肺啊 复习道系统肯定有影响 确备的淫烟 阉眼的浑烟 令本来满布红根的双眼 更加无神 朱龙堡只是希望 今晚一觉可以睡到大天光 很累 很累 晚上回家就 什么都不想动 就想睡觉 回家洗个澡就睡觉 因为太累了 每天干四个小时都活 就想睡觉 你这么说 吧 可以吃 你这么说 我特别想要 сим 一碰 就想睡觉 我这很晚 我开心 所以 你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可以像一般波兰人那样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在几年前一次失败的投资 就令他走上借债度日的日子 为了还债 他更加要独自前往北欧打黑工 期待不露 生活逼人 从此就成为这个中国人的生活写照 为了赚取更高的薪金 朱隆堡现在独自在华沙打工 这个圣诞朱隆堡不打算回去克拉科夫和家人过节 原因就只有一个 太累了 对于圣诞朱隆堡只觉得是别人的节日 对于波兰从一开始 他也没有投入过任何的感情 如果说朋友这样 如果他就说在波兰 没有说到波兰 我想当成我肯定不会到波兰 在大陆的报纸上看到也不是什么很理想的国家 也不是非常好的国家 不是非常好也和大陆都差不多 挪威虽然和波兰只是一海之隔 但是因为申请签证不遂 朱隆堡只好退而求其次 继续留在波兰 他当时盘算 拥有一手巡艺 即使走到天涵海角 相信都不会难倒他 但是他没有料到堵梅的事情继续降临在他身上 我来了以后一年多差不多没能够 老板没钱 因为他想象中的房租生意不太好 房租太贵了 那么老板也没钱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那里怎么说呢 他没钱留约就拿点钱收货费了 拿里面买烟抽抽就可以了 那么在一年 差不多一年 我和老板说这样不行 我不帮你打 那我说帮你 我说你我们是朋友都没 没关系 我不能一辈子帮你打 同仁白做了整整一年之后 朱龙堡找到另一份徐司工作 存到一些钱之后 为了试下自己的实力 而自立门户 但是过大的红芯却换来严重的亏损 吸入十小时的油烟之后 面对从饭店拿回来的饭盒 他已经全无食欲 消磨他的不是寂寞 而是疲累 根本没有时间寂寞 倒下来就睡觉 回家洗个澡就睡觉 根本没时间 累 累加累就缺少睡觉 所以 普天同庆的节日 显得一室格外寒仓落望 唯有在孤灯下翻看家人的相片 想象太太的温柔 细看孩子的笑意 这一刻才是最真实 那我太太真的一直很保重 她一直安慰我不要急 没关系的 对不对 你也有时候 她也有时候 她说你不要每天不高兴 苦闷都得了 她说你不要这样 没关系的 她说有钱 借钱我们还钱 没钱都没关系的 她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 所以太太给我很大的力量 街头里项的圣诞乐章 闪闪烁烁的圣诞装饰 穿着隆重赶入教堂做崇拜的人群 处处提醒人 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 本来只是一个人过圣诞节的猪龙堡 今年不想再一个人过圣诞 天涯他乡 他想起曾经一起共渡患难的马捷日 小笼包热腾腾的蒸气 不知安慰过多少游离海外的异乡 马兄们想到帮我很大的忙 也比较十几点 帮忙借点钱给我 但我也不好意思 拖得很长时间烦点 也真的说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兄弟实在是心有力 也力不足 这两个相识于倒霉时候的中国人 今年的圣诞没有火鸡 没有红酒也没有家人相伴 但是一龙携手初捏的小笼包 毕竟都为他们带来一点位置 今天聚首一回 已经觉得难可悔 回首昔日倒门的日子 他们都只是淡言处之 我那时候平常的生活 在龙活的就无所谓 我有两个手可以去赚钱 在身体上龙活的就可以 亏了就亏了一点 你说对不对 这一点我们俩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就没灰心 对不对 抱了一个平常心 这是有时候你就是 也可能是认为这是命 对不对 就认命 赶紧倒霉的时候你就倒霉 这也是没办法的 你不要想不开 但是你如果闯过这一关以后 也许是流氧化明 传说中华沙是由一条美人鱼 写身拯救而建立出来的城市 事实上这种浪漫凄美的思想 确实处处反映在华沙古典迷人的景致上 但是当中有一个追求童话的故事 却从不浪漫 我可能来的时候我觉得欧洲地方 可能会很漂亮 那些人会很浪漫 但是其实跟我想象是完全不同 雪花纷飞 令华沙更见妻美 这份美对于来自香港的Angel 就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欧洲等于浪漫的这种观念 在她心目中早已荡而无存 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来到这里觉得很兴奋 但是慢慢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这些消光雕塑 人家觉得很特别 对我来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好看 昔日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外贩 早已被自主积极的生活形态所取代 但是对于过惯 多姿多彩生活的香港人Angel来说 这些所谓烦难根本微不足道 我在香港长大 香港是购物颠堂 我什么都可以买 来到这边 这样的价钱 可以买一样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很不值 我听到朋友以前说 这里的厨窗 只是买牙膏牙策 这些东西 虽然现在有少许的进步 但是对我来说 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波兰的事与物 固然难以取悦这个香港人的心 波兰人也未能够令他放开怀抱 我没试过搭巴士 我打算学习 自己真的要搭巴士 巴士上乘客本身已经不多了 刚刚有几个很年轻的男孩 拿着几个玻璃瓶 我想他应该是刚刚喝完酒 在这儿走来走去 我已经很避免他 由车途走到车尾 谁知道他越走越来我 后来就拿个瓶 好像想为我喝酒 我很害怕 他比较离谱 几个人走到司机 去挡风玻璃 不停摸玻璃瓶 驾到整个车的人差不多走了 自此之后 我永远不敢一个人乘搭巴士 你当时这样的感觉 你是不是很想返回香港 是的 我觉得这里的波兰人 他们又很懒 又没什么礼貌 而且实在太多人喝醉酒 我认为他们很难相处 我认为他们很难相处 所以就很常常都很想回香港 推开旋转 踏进华沙的最高点 华沙的天空广阔无限 但是在这个深邪香港的女子眼中 却给不到他喘息的空间 那你对华沙这个地方的感觉 或者波兰的感觉是怎样的 感觉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没什么值得我去欣赏 无论是波兰人 地方 所有各样东西 我都没什么值得去欣赏他 或者留恋他 虽然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也懂得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话 但是Angelo留在波兰六年 生活就满足六年 厌足六年 你在波兰的生活 会不会很多朋友都羡慕你 我想起初他们都会羡慕我 因为住在这里 可以去邻近的西欧国家走走 但是我只会跟他们说两个字 就是在这里的生活非常沉悶 是吗 想玩又没得玩 想吃又没东西 想买又没东西 有钱也没地方花 我在这里的生活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不停地变 六年内波兰也在变 但是唯独只有这个香港人始终原地踏步 坚持过去的港式生活 即使自身在波兰人的购物天堂内 老海仍然念念不忘在香港的柏黎大道 这个欺来仰望的小市场 一切起居饮食的必须品都应有尽有 好像波兰传统食品咸鱼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但是对于一直只当自己是异乡人的Angelo 似乎就从未享受过这种地道的购物乐趣 Angelo 你以前是否经常来这里买东西 是啊 这里有点像香港的街市 是吗 开始来的时候买什么都不方便的 唯有每天来这里 不过去这里的东西就很便宜 你看看一堆这样的手末都要三四十元 平均他们一个月都是找五六百元 一堆这样的手末都要三四十元 这里有很多东西 你看那边整条街都是 你看真一点 那些东西真的完全不值得 是吗 现在去哪里买东西 现在去超市场 但是六年前来的时候 只有这些地方可以买东西 在平淡的生活里面 唯一令Angelo有些畏責和着弱的 相信就只有在麻雀台之上 由于常住在华沙的香港人 就只有Angelo一家 故此每逢周末 他都必定商约同样在华沙生活的台湾人 一起吃饭消磨 虽然和台湾朋友的生活习惯相差不多 但是要真正回味过去香港式的生活 就只好倚靠林林种种的 港产电影VCD 我看到你那边的架里有很多香港电影VCD 是否用来解门 或是怎样 是啊 因为我每年都会回香港 就会买一些最新出的VCD 回来解门 看看 起码知道香港现在是怎样 不会很清楚 但是都知道些 除了解门之外 会不会令你有些勉怀香港以前的生活 都有的 有时 会想起 为什么人在香港这么开心的 天天都 而自己在这边天天坐在家很闷 例如 学下煮饭 这些东西 好像很浪费时间 现实 终归现实 由于丈夫要打理家族生意 波兰的生活 纵使苦悶难过 但是为人妻子的Angel 也只好放下任性 丈夫教子 打理家务 希望为丈夫和妻子 创造另一个童话世界 如果你过去六年的生活 给你有一个从头开始的机会 你还可以再选择过的时候 你会不会再来华沙 或者甚至会不会选择 一个在华沙生活的男人 做一个结婚的对象 我会 我会 我会的 因为我丈夫也对我很好 他也有为我牺牲的 也不只是我 所以 让我再选择 我一样会跟他过来 家庭瘟瘟 乐罪天明 这个每分每秒 都提着要离开的香港女子 只要对着家人 却又时时刻刻都满脸少年 小小的牺牲 换来的原来是大大的福气 你妈妈